而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宣布 他们的外交部长王毅 26号到29号出访泰国期间 将在曼谷跟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会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王毅也会向苏利文提到台湾相关议题 保持战略沟通 是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在新一轮会晤当中 王毅主任将就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等表明中方立场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同美方交换意见 这也将是王毅跟苏利文在去年11月 在美国旧金山拜习会之后首次碰面 白宫方面则表示 苏利文预计26号27号跟王毅见面 强调这是延续拜习会做出的承诺 也就是维持战略沟通 以及负责任的管理双边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美国持续关注解放军对台湾的胁迫 也密切关注北京要怎么处理 五国新总统赖清德就之前的局势